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故事有了保存站 心里有了动 很多心事也有了回音站 可他去年生日时发的心里有了动 于是所有心事都有了回音对上了 快乐大本营播完的几个小时后 也就是今天零点 谭松韵分享了我在 有的松果说 听第一遍的时候 注意力都在声音和歌词上 谭松韵唱得太好听了 听第二遍 特别是循环听的时候 竟然有一种想哭的感觉 谭松韵在分享我在的时候 同时也发了一些心里话 他说 我在是我跟你们分享的第一首原创歌曲 这首我在出来的很快 写的时候我在想 是什么让我慢慢的站起来 努力的去生活 是责任 是爱 我身边有朋友觉得我什么都不愿说 他们会担心 不过我不说他们也知道 并且会告诉我我在 他们给了我很多爱 虽然康复是要看自己的身体机能 但真正的我在 也一定是好样 看着MV李白群少女置身金黄麦田 温柔而动情的歌唱 看着那坚强的甜甜的笑容 听着那抒情的什么都不在 什么都存在 有的松果说 我在让自己想起了一些事 竟然控制不住自己 眼泪悄悄流下来 说到谭松韵 可能有些朋友还不是很熟悉 他是真穷传里深受娘娘喜爱的 天真无邪的陈贵人 还是旋风少女中古灵精怪的范小英 同时也是16年初下那部 欢迎我们 青春校园记忆的网剧 《最好的我们》里的耿耿 因为看这部剧 出示到松韵这个可爱的女孩 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作为一个典型的90后女孩 这个来自四川的妹子 喜欢吃零食 也爱笑 娇小甜美的外表下 有着活泼可爱的个性 性格也天真烂漫 业余时间他也会录上几首歌曲 通过平台与大家分享 成为一个演员 这个梦想从小就扎根于松韵的心中 为了实现行中的梦想 他为之坚持付出了很多 2001年 他进入舞蹈学校开始学习跳舞 我们都知道舞蹈并不简单 练舞蹈是件很辛苦的事情 尤其练基本功识 简单的动作需要重复练成百上千次 优美的舞姿背后是常年累月的 回汗如雨的付出 这些重复而辛苦的训练 也锻炼出了松韵坚韧的意志 记得他说过这样一句话 这要是我喜欢的角色 多苦多累我都无所谓 2007年 谭松韵凭借着自己的努力 靠近了北京电影学院 这也让他正式开启人生的演绎之路 每一件事要想做得很成功 都是不容易的 梦想的实现 努力必不可少 即使最难的就是坚持和等待 因为梦想的实现需要时间 追梦的过程是一段很漫长的路途 这也许会贯穿我们的一个青春 乃至整个人生 前段时间 看了一期央视的艺术人生 因为这一期松韵参与了节目的录制 看完节目 也让我对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再谈到未来的人生的规划 谭松韵在节目中 说出了自己的人生规划 就是可以一直演戏到牢 拥有一段好的婚姻 有狗有孩子 最后去海边暗度晚年 对于王凯 观众都非常熟悉 他是一位出色的演员 出演过很多经典的作品 比如《狼牙榜》 《伪装者》等 除了演戏 王凯也是非常喜欢唱歌 而且曾经还发行过单曲 虽然音乐作品都不运不火 但是他从没放弃 一直都在坚持着 直到参加了跨界歌王 才让观众知道 原来王凯也是会唱歌的 还唱得那么好听 受到了非常多人的喜欢和支持 王凯的歌唱实力也是非常强悍 拥有一副性感迷人的低音炮 让其一度被观众认为 是当年歌王最有力的争夺者 2023年1月31日 胡歌官宣当罢后 网友们不仅把压力给到彭玉燕身上 还开始关心起王凯的终身大事 毕竟他们伪装者三兄弟 如今只剩他一人未婚 不知是网友们太渴望看到王凯结婚 最近网上竟然传出王凯好事将近 甚至还传言王凯的结婚对象是同龄的圈内人 再加上王凯在情人节当天发布的告白视频里 有一个神似送茧生日的神秘日期 于是二人即将结婚的绯闻越传越真 直到他们二人纷纷发文辟谣此事 网友们这才停止了对二人婚事的幻想 不得不说 网友们还真是操心王凯的婚事 不过这也难怪 毕竟王凯有言又有演技 在娱乐圈也鲜少有恋爱传闻出现 可以说是内遇不可夺得的好男人 这样的王凯 确实值得娶妻生子 就连他的女粉们 也期待看到自家哥哥结婚的喜讯 可是随着王凯辟谣结婚 网友们的期待便落空了 如今40岁的王凯 已经是未婚未育的状态 虽然有些可惜 但如果你要是翻开他的人生故事 你就会明白 如今只要他自己健康快乐 他就已经很满足了 2013年 绝对是王凯事业转折的拐点 这年他参演了电视剧《北平无战事》 在剧中 他与一群戏骨标系也有刃有余 伴随着该剧的热播 随着正无阳光出品的狼牙榜 伪装者等剧的全民热播 王凯这个宝藏演员终于藏不住了 他声音好听 胎词功地强 有演技还颜值高 即便是站在胡歌和靖东身边 他身上散发的魅力依旧是不可忽视 于是 他演完狼牙榜李靖王 他身边就多了不少自称靖王妃的女粉丝 他们说起王凯的外星优势是如鼠家珍 比如小鹿眼大长腿 一击修长的手指 而这些外星上的优势 却是帮王凯塑造的角色夹了不少的分 除此之外 王凯也跟很多合作过的女演员传过绯闻 欢乐送热播时 他跟王子文凭着超高的CP感 而被网友们高呼在一起 私下里 他又因为跟蒋新走得近 蒋新还曾发文调侃他俩关系密切 经此一事 网友们又误会他跟蒋新走到了一起 在这之后 王凯又在拍摄放弃你抓紧我 一集恋狐时 前后跟陈乔恩王欧传出绯闻 可是至今日 这些女星里 除了蒋新之外 其他的要么结婚 要么身边已经有了男友陪伴 而王凯跟蒋新之间早就澄清了关系 也没之前那么亲密了 再加上最近他又辟谣了 跟宋茜即将结婚的消息 种种迹象都在说明 如今40岁的王凯仍旧单身 可能经历了父亲的离世 一集自己身体突然抱恙之后 王凯更加重视的是 自己跟家人的健康和快乐 婚姻大事他期待 但不强求 就如同他现在对待演艺事业的态度一样 红不红 他已经不那么在乎了 他只关心当下的角色能否演好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